咱们知道平均数等于总数除以个数 那反过来有了平均数和个数 把它俩乘起来就能得到总数了 比如五个同学的平均身高是142厘米 又来了一个老师 六个人的平均身高就变成147厘米了 那这个老师有多高呢 出现了两个平均数 那就分别求一求他们对应的总数 142厘米是五个人的平均 那他乘上五得到710厘米 就是这五个人的总身高 147厘米是六个人的平均 那他乘上六得到882厘米 就是这六个人的总身高 比一比这两个总数 882比710多的 就是六个人比五个人多的这一个人 也就是要求的老师了 882-710等于172厘米 这就是老师的身高了 看来只要利用题目中的平均数求数总数 在比较不同总数之间的差异 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了 那如果题目不是求多数的这个人 而是想求别的平均数呢 一次考试 假扮20人 平均求数5分 一班30人 平均90分 那这两个班的总平均分是多少呢 有平均数 先用它们求总数 95分是20人的平均 用他乘上20 得到1900分 这就是假班的总分 90分是30人的平均 用他乘上30 得到2700分 这就是一班的总分 要算两个班总平均分 就得用两个班的总分 除以两个班的总人数 两班总分是1900加上2700 4600分 两班总人数是20加30 50人 所以两班平均分 就用4600除以50 得92分 也就是说 看到平均数 就先求出对应的总数 然后找到要求的数量 跟这两个总数的关系 就能轻松解决问题了 这就是如何利用平均数 与总数的关系解题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的话 就快去坐听拿金币吧 就要了解决 我们下一个人 把这儿子 稍微 就要了解决 我们下一个人